大家好,欢迎来到Sophie说加拿大,我是Sophie 那罢工、抗议、游行在加拿大是非常常见的事 可是为什么这些天安省校工的罢工却成了一个热议的话题呢 这次CEOPE工会和省政府真的杠上了 11月4日开始,学校停课 Do Support Staff开始罢工要求涨薪 那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学生能够返校上课 大省政府提出让学生留在学校立法 用于阻止这次罢工 我认为这次罢工事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不是罢工本身 而是加拿大权力与自由宪章中的核弹级的武器 弹书条款又再次被引用 加拿大的宪章就是大家熟知的权力与自由宪章 在第33条名称是Not Withstanding Clause 中文翻译是弹书条款 那大家都知道 宪章是加拿大宪法中的一部分 它保障加拿大每个人的基本权力 第33条弹书条款就像是给宪章开的后门 它允许联邦和省级政府通过立法来推行某些政策 尽管这些政策可能违反人权宪章的某些条款 弹书条款的有效期是5年 到期后政府就必须重新制定法律 弹书条款的运用可以将宪章中所保障的某些权力 否决推翻5年 可以被否决的权力是宗教自由 言论自由 还有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力 现状中的其他权力是不可以被否决推翻的 比如说投票权 自由迁徙的权力 英语和法语的语言 和平等的权力 那为什么加拿大宪法会包含一个 这样用来损害公民基本权力的条款呢 那就不得不说到加拿大独特的历史 早在80年代 当时联邦政府总理老特鲁多 试图通过一个新的宪法法案 这将赋予加拿大权力修改自己的宪法 并包含宪章中的权力和自由 要做出如此重大的改变 就需要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然而当时省和联邦代表们之间的谈判 陷入僵局 因为有些省是担心宪章会赋予非民选的法官 莫多的权力 当时的联邦司法部部长和安大略省和下省的两位总检察长 在深夜的厨房 对深夜的厨房进行了谈判 他们三人就在那里就同意加入弹书条款 作为妥协方案 这一次会议也被称为是厨房协议 当时魁北克省省长认为这个是背叛 因为违背了魁省的利益 他并没有被邀请加入这个厨房 这就是为什么魁北克省并没有签署1982年的加拿大宪法法案 可是宪法它只要求大多数通过 并没有要求全票一致通过 所以魁省不答应也没有用 魁省在加拿大是另类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当时的反对者主要是总理老特鲁多 他认为弹书条款可能会损害宪章 保护个人权利免受政府侵害的目的 但支持者就包括了阿尔伯塔省 萨省和曼尼托巴省 他们担心宪章会限制他们制定必要法律的权利 所以宪章第33条就保留了省级的主权 也确保了这些省份对宪章的支持 就这样经过多方的协调和妥协 在1982年再包含了弹书条款的宪章 正式签署成为法律 那什么时候这个奇特的弹书条款实际被使用了呢 从1982年到1985年期间 魁省的每通过一个立法都会援引这个弹书条款 来表达自己的抗议 1985年12月2日之后 新的省政府上台之后才停止了这种做法 1986年萨省的回去工作立法 也使用了这个弹书条款 但是后面证明这是无必要引用 因为最高法院后来采定该法案符合宪法 在1988年 魁北克使用了弹书条款 限制英语使用在广告牌和标识牌上 也就是说只允许商业标识中使用法语 这侵害了言论自由权 因为公司无法用他们选择的语言去表达自己 在五年期结束后 该法案又被新的符合张承的法案所取代 2000年二伯塔省使用弹书条款禁止同性恋婚姻 但是这一次引用弹书条款是无效的 因为婚姻是在联邦的管辖范围内 省政府是无权禁止 于是在2005年同性婚姻在加拿大合法化 在2018年 萨省又使用弹书条款 让他们可以继续资助非天主教学生 上天主教学校 当初法院认定这个是符合宪法 所以这一次引用又是无必要的使用 2019年魁北克省通过第81号法案 禁止公共部门的雇员 比如法官、政府律师、警察、公立学校老师 工作时不准佩戴有宗教符号的服饰 比如头巾、十字架等 这就违反了宪章对宗教自由的保护 批评者就认为 魁北克是在过度使用弹书条款 但乐高省长也是在为这个法案验护 并且指出魁北克省从未签署宪法 2021年6月 安大略省福特省长引用了弹书条款 恢复此前被宣布违宪的选举财务法案的部分内容 安省政府认为此举是用于保护选举免受外部影响的必要措施 而批评者却认为政府在试图压制批评 大家注意这一次是安省历史上第一次引用弹书条款 在2022年5月魁北克省引用弹书条款避开违宪的挑战 通过了96号法案 这个法案的目的是扩大公共和私人场所强制使用法语的法律 在2022年11月安省第二次引用了弹书条款 就是为了阻止这次学校校工罢工事件 这是侵犯了宪法保护和平集会的自由 虽然引用弹书条款通过了第28号让学生留在课堂的法案 并开出了巨额的法单 也阻止11月4日55000名学校工作人员的罢工 这次引用弹书条款是不是在用大炮打蚊子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弹书条款及其使用从成立到现在就一直是备受争议 这导致很多人都建议他应该从宪法中废除 弹书条款的反对者说他给了立法者过大的权力 破坏了基本自由 过度的使用还将会导致专制和独裁 而弹书条款的支持者说弹书条款很少被使用 而且他给民选的立法者最终的话语权 而不是非民选法官法院说了算 弹书条款是在所有民主国家中一个独特的存在 在美国的宪法中也没有这种类似的弹书条款 但是法院政治化尤其是最高法院政治化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政客们会努力去提名任命与他们意识形态相同的法官 有没有可能将弹书条款从宪法中废除呢 根据加拿大的修宪规则就需要联邦的下议院和参议院批准 而且还至少要占加拿大50%的人口的省份的批准 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人口是众多 所以至少要两者中的其中一个省必须同意 宪法修改才有可能 那考虑到魁北克省和安省这两年使用弹书条款的频率 可以预见在短期内 这两个大省都根本不可能同意修宪 整个社会它就是一台超级复杂的有机体 只有不断的在不完美中找平衡 您认为弹书条款应该被废除吗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